大家好,欢迎收看妙区动物世界 狐狸给人留下的印象并不好 很多影视作品和一些文章中 都会把狐狸刻画成一种聪明狡猾的生物 虽然狐狸天性敏捷胆小 对人类有很强的戒备心 但是并不是每只狐狸都是如此 国外一名男子在钓鱼时遇到了一只狐狸 这只狐狸很谨慎 趁男子不在 小心翼翼地来到了男子装鱼的袋子跟前 似乎是想偷吃男子的鱼 他见男子向他走来便赶紧跑远了 外面正在下着大雪 天寒地冻的 想必狐狸也是抓不到猎物 所以才冒险偷这枚男子钓的鱼 在远处观察了一会儿后 狐狸发现这枚男子似乎并没有恶意 便又向着这枚男子靠近了一点点 男子也是明白了狐狸的来意 所以就主动打开了装着鱼的袋子 并从中拿出了一条鱼 示意狐狸过来吃 狐狸叼着鱼赶紧后退了几步 看得出来他还是非常紧张的 之后 男子不断地从包里拿出鱼给这只狐狸吃 狐狸也似乎逐渐放下了戒备心 大胆地接受着男子给的食物 看完这个视频 各位小伙伴是不是改变了一丝对狐狸的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期留言说出你的感受 感谢观看